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请放弃得干干净净 那些决定再也不见面的人 就真的不要见面了 不要再做背叛自己的事了 如果想爱别人 就先好好的 爱自己 可有些决定忘记的人 就算用尽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 却还是忘不掉 有人告诉我 时间会抚平一切伤痕 但时间最残忍的一面 不是它日复一日复于我苍老的周温 而是到最后 就算时间过了再久 我还是忘不了 爱你这件事 你是我年少轻狂最美的梦 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的真心 但你却不用回馈给我 同等的爱意 因为我想爱你 比你爱我多一点 在情愫暗生的年纪里 我们都曾经爱过这样的一个人 明知道她的心里住的是别人 却还是欺骗自己 甘愿为她默默付出 曾经她占据你生活的全部 你不能没有她 你害怕失去她 所以你谨小慎微 小心翼翼 你生怕自己做错些什么 吓跑的 然后有一天 她说她要走了 你极力挽留 她向远处走去的每一步 都让你被危入尘土 直到后来你才知道 爱情真正的定义应该是 爱你的人 她永远不会离开你 那时候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爱无理取闹的四处闯祸 而你总会不厌其烦地 帮我收拾各种烂摊子 心甘情愿地 做我的替罪羔羊 替我挡下所有的敌意 和责难 在你眼里 我好像永远是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 任性 刁满 每天把你折腾的晕头转向 但你依然宠溺着我 把我放在 最重要的位置 你每次对着别人 都是一副冷冲的面孔 居然千里之外 似乎天塌下来 你都能镇定自如 唯独面对我 你束手无策 而那个时候的我以为 这样爱我的你 一定不会舍得丢下我 曾经你问我 我所理解的美好生活是什么 我说 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做好每一件 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虚度 不积月 每天有所期待地活着 而你只说了五个字 和你在一起 只是那个时候的我 并不知道 这样爱我的人 竟然会毫不留情地离开我 我才真的明白了那句 他爱你的时候 你是他的全部 他不爱你了 你就什么也不是 院子豪在书里说 地球之所以会是圆的 是因为上帝 想要让那些走失 或者迷路的人 重新相遇 注定在一起的人 不管绕多大一圈 依然会回到彼此身边 如果最后能在一起 晚一点 真的无所谓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以为 什么都会有答案 所有的理想 都可以实现 但不知不觉 我们就长大到了 要哀愁 要纠结 要迟疑 要理性 要偷情 要分别的年纪 张爱玲说 一个知己 就好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我们天性当中 最优美的部分 而下角相反 你让我看到了天性中 最缺失的部分 那就是勇敢 是你让我知道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心 一切都是未知 和挑战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拥护的喜爱 而我 必须勇敢 我们都知道 能陪我们走完一生的人 到最后从来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在选择爱人的时候 总是会特别谨慎地 不停试探对方 用更多的时间 来慢慢拷问自己 为什么会喜欢他 这唯独忘了花时间 去了解对方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总是在感情快要瓦解的时候 才明白珍惜 才想要和他好好开始 但我从未后悔过爱你 即使最后 没能在一起 我仍然愿你 往后慢慢旅途 神情 不再往复 有句话说 了解一个人 并不代表什么 人是会变的 今天他喜欢凤梨 明天他就可以喜欢别的 但我不怪你 因为我知道 有些路 只能一个人走 因为人生是一列 开往坟墓的列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 可以自始至终地陪你走完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 即使不舍 也该心存感情 然后 挥手道别 有人问我 你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 我分开陈旧的日历 开始拼命回忆过去的生活 我想起那些 散落在池塘边 操场上的通真 和父母赌气 偷偷离家出走的叛逆 还有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 看不见未来的迷茫 和恐惧 那些欢乐与痛苦交织而成的时日 因为有你 而变得鲜活有力 突然想起来 我还欠你一次深情的告白 现在我想告诉你 我曾经最骄傲的事 就是爱过你 庞然心动里有句话 有人住高楼 有人住深沟 有人光万丈 有人一身修 十人万千种 浮云 莫去求 思人若彩虹 遇上 放骨枝 愿有生之年 我们都能找到一个 温暖的人 愿我们的心系 和悲伤 有人 你